我最喜歡種植料理 第二個是亞洲女生 欸 等一下 我聽到重點 看到了一部電影覺得太有趣 非常想要來台北過生活 難怪會選到台北這樣子 那我還想再問黑是不是 你來台灣之後啊 有沒有哪些事情是習慣的跟不習慣的呢 一定是最多人會問 有沒有習慣什麼食物 從小時候都是用筷子 然後用汁中式 對啊 中十歲的時候 七八養人也會用筷子喔 沒有 沒有 只有我 所以我從小時候用筷子來吃飯 之後每次有機會我都會吃 中式在西班牙日本料理很貴 我大概十八歲就開始學做日本料理 最喜歡做是 咖哩飯 所以就沒有什麼不習慣 但是台灣有一些地方 還是我比較喜歡西班牙的部分 我覺得台灣不會分 休息時間跟工作時間 哦 怎麼說怎麼說 比如說下班還會接電話啦 然後不會真的分得很清楚 雖然我已經不會 現在我已經遭遇了台灣的程度 我工作管道 你們沒有辦法想像 欸 我覺得我也是耶 因為日本的話我覺得也是會分比較清楚的 而且我基本上假日就不會休 那我覺得我們一樣耶 都是工作狂 因為我也是沒有休息的人 就六日都沒有休息 辛苦了 辛苦了 お疲れ様です 頑張れ 還有其他的事情我覺得不習慣 很多人走路回我再次的世界 然後就可能會 我發手機 我會注意到周圍的人 另外一件是很多台灣人會有一點 自備 還是不喜歡自己的國家 哦 這點我非常認同 因為我們做我們自己的頻道 也是因為發現到台灣人很多人其實都沒有看到自己的優點 然後我們也會想要介紹很多台灣美好的部分 跟台灣人這樣子 所以這點非常的認同 那愛國性呢有嗎 因為我是覺得日本人是非常愛國性的民族 非常 對 那西班牙 西班牙我覺得還好 但是還是比台灣 比起來說我覺得差很多 哦 但是西班牙還是我以為 西班牙好的東西會驕傲 我們比較不會是往外看 然後覺得 國外的月亮比較遠 因為我覺得台灣有非常非常多的優點 對 發現很多人會說沒有 但是什麼地方比較好 然後有一些地方也有點完美化 雖然我非常喜歡日本文化 但是我會覺得 住在日本比台灣辛苦多了 哦 我覺得生活上有各種壓力吧 人際關係啊 工作上啊 我覺得那種壓力也是不太一樣的 我覺得基本上工作文化在日本是 非常的不健康 這個我認同 對啊 那長輩會壓迫那個前輩 然後有時候老闆對員工的態度是非常非常差 不會把員工當人 先輩跟口海 啊 對對 先輩跟口海 你的文化有時候有一點過分 哦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跟日本很重的禮儀也有關係 可能就是尊重自己的前輩 尊重年紀比自己大的人 讓人有壓力 還有另外一個是 飲酒的習慣 應酬啊 對我不太喜歡應酬 我自己有一個同學 日本人 然後他可能隔天要考試 但是晚上還一定要喝醉 覺得不是那麼好 哦 所以我覺得 不好意思拒絕啦 對 但是對很多台灣人來說 日本就很像是比較好的一個國家 或者說美國更不用說了 就美國是非常危險的一個國家 社會問題一大堆 就我也沒有說 美國文化也很好啊 但是我真的不會想要住在美國 我覺得住在美國很辛苦 就比如說你要去看醫生 一定要很有錢 會貨殘耶 真的會貨殘 你要非常小心 因為很多地方會非常危險 然後有一些人的想法也是蠻可怕的 所以我覺得在美國也有是蠻好的 但是很多台灣人相信 美國就比台灣好 我不是這樣認為 更不用說歐洲不支持台灣人 亞洲人非常喜歡把法國完美化 但是法國有一些方面是非常可怕 如果一般台灣人去北遮 會嚇死 第一個 很多台灣人會比較怕黑人 這個有一些 咖啡但是43層是這樣子 你會看到很多人現在比較兇 很多地方說 可能會有人問我 欸你要不要大馬 類似這樣的 突然 真的 都在路上啊 對我來說沒事 我覺得還好 但是我覺得對一般台灣人 跟他們完美化的 巴黎有差蠻多的 欸真的 因為其實我至今都還沒有去過歐洲 可是我有聽說過 巴黎其實有很多的 黃金 就是便便很多 這是真的嗎 有 其實瑪德里也有耶 真的嗎 我覺得比巴黎還嚴重 我覺得這個也是台灣我非常喜歡的一個地方 喔 就覺得公共衛生比較好這樣 那這樣聽下來黑蘇斯感覺對台灣是非常習慣的耶 嗯嗯嗯 對 但是還是有一些地方 我不是那麼習慣那邊的 跟你們說一個秘密 我們怎麼認識 喔 我們是在黑蘇斯的創作者聚會 對啊 就我突然有一天想要舉辦一個創作者千免會 其實是一個實驗 我就覺得看一下就我遇到怎麼樣的人 那時候我要說有一件事 我覺得有點小難過 因為那天只有兩個人 給我直接說 欸那你要不要我們差一個時間 拍某一個節目 或說我想要你來參加我的節目 我是其中一個 你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人呢 是伊古老師 只有兩個人 然後有沒有想到這個共同點 共同點 日本人 或者兩個日本人 就問我我們要不要合作 然後其他都是台灣人 都沒有問我 我覺得應該只是不好意思欸 其實我那時候要你 我會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你還是做啊 伊古老師也可能會有一點不好意思 但是他還是會問 尤其是在台北 我覺得很多人有一些 防備心 對 防備心太強了 這方面我有一點難過 如果是交女性朋友 不要亂說 是單純的朋友 比較容易 但是如果是男性朋友 就比較難 然後有一天 再跟我朋友聊天這個 然後他說沒有你搞錯了 不是因為你是外國人 其實很多台灣男生 跟另外一個台灣男生 會有一些 共同興趣 會做某一些事情 比如說 會有喝酒的朋友 或是會打籃球的朋友 但是 比較少 會有一些可以 什麼都聊的朋友 哦 彈心的朋友 對 比較難交 對 他說 台灣男生也有這個問題 我說 欸 真的嗎 我不是那麼決定 是不是有這個問題 但是有一段時間 我有一點難過 我沒有那麼多男性朋友 然後我也想要多有一些 台灣男生的角度 嗯嗯嗯嗯嗯 所以我覺得 這種防備心也是 讓我有一點 不是那麼喜歡 真的喔 好驚訝喔 這一點 會比較水清 其實在台灣也是 如果你去南部 比如說我很喜歡 台中 很多台中人 如果你在酒吧 認識一個人 可以跟他亂聊 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嗯 我比較不喜歡 欸 真的那我這個 這點非常驚訝 因為剛好跟我的感覺是相反的 台灣人的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我會覺得非常的近 嗯明明第一次見面 可是都可以聊很多心事 可能因為我交的都是女生朋友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的關係 對 因為我也沒有什麼男生朋友 嗯 日本人的話防備心會更重 欸等一下 我為什麼沒有男生的方言 平常私下聊天聊心事 可能都是女生 我很少交男生朋友 對 但我不是說不交男生表 就是剛好可能女生比較聊得來 或許我對男生有防備心啦 應該是這樣 對 應該是這樣 對 那可能就日本人 我覺得人與人之間 要熟會很慢熟 那我本來原本可能也是有點這樣 然後我來台灣之後 我就覺得台灣人都可以很快的熟 我就是也有改變我這個地方 就路徑隨俗這樣子 所以聽到你這樣說就覺得 所以西班牙人是人與人之間 其實是更近的嗎 欸 比台灣還近 好厲害啊 西班牙跟日本那個文化答應 真的耶 那你如果來日本生活 你根本很不習慣吧 我覺得還好 其實我第一次去日本也沒有多久之間 就有幾年前 然後那時候有一種感覺 是跟台灣差不多了 我當然覺得不一樣 但是沒有什麼東西讓我很驚訝 台灣文化跟日本文化也是 有很多共同點 所以我覺得差不多了 我都會覺得很驚訝 欸 那因為現在我們拍影片呢 是在疫情間 台灣的媒體不是都有在報說 現在世界看到台灣了 因為台灣的防疫做得不錯 那當然沒有說十全十美 台灣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因為在日本的話 真的台灣是被看見的 就是有很多媒體都在報台灣的作為 然後也真的在擔產 那想問一下 西班牙人有看到台灣嗎? 因為這一次的事情 我有一點難過 但是事實上 我也沒有 有上過新聞 但是不是真的大家都注意這件事 最近也在考慮我要不要拍一些影片 用西班牙文 雖然我大部分的觀眾是台灣人 說不定也不會有人看到 西班牙的新聞 基本上會討論國內的政治 因為我們政府做得特別不好 抱怨歐盟就沒有幫助西班牙 最近有一個新聞說 是為讚美西班牙處理得非常好 但是明明處理得非常不好 政府還是在說 我們做得很好啊 但是我覺得是太離譜的事情 然後在這些新聞裡面 有時候會出現一些新聞是關於台灣 但是比較少 最近好像也在西班牙 出現韓德塞在抱怨台灣巴領他 喔 了解 那無論台灣有沒有被世界看見 台灣也會希望自己的防疫的經驗 可以帶給世界 然後跟世界做交流 也學習各國的一些經驗補足 台灣的不足 那也希望世界可以一起停過這一次的災難 像西班牙是世界觀光人次第四名的國家 而且如果是以收入來看的話 是觀光收入第二名的國家 所以這樣子的國家不去耶 很可惜 所以你想要去那邊 喔 對啊 來看一下 而且我本來今天想要回去那邊 因為我想要申請台灣國籍 所以說必須先去西班牙 所以因為有一些文件需要在西班牙辦 但是沒辦法 突然我的計畫就要等一下 等一下 延後一下 嗯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 黑廚師跟我們分享的西班牙的事情 還有你對台灣的一些看法 讓我們都覺得很有趣 也上了一課 因為今天你們來我家 而且有被其他的創作者 請到他們的頻道 我就覺得是一個蠻開心的事情 今天我想要說給你們 咦 咦 那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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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小小東西 我有看到你的Instagram嗎 對 台灣的 我覺得這個超好看的 今天我看到你的那個照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 欸這個我很想買 哈哈哈哈 那賺到了 謝謝你 應該了吧 喔謝謝 我要拆 我要拆 這個是你設計的嗎 欸是我設計的 跟我朋友 喔我覺得很好看 對 我覺得這個很好看耶 喔謝謝耶 太開心了 耶 這個想法 因為有另外一個品牌叫 DAM I LOVE INDONESIA 喔 我非常喜歡那個品牌 然後就覺得 欸台灣怎麼沒有 大家可以支持黑素絲可以去買一下 哈哈哈哈 我會非常 工商一下 對 那今天真的非常謝謝黑素絲 那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趣的話 麻煩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喔 也歡迎訂閱頻道 然後每天也用Facebook和Internet 用周日文分享資訊也歡迎這一周 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